超六班我来报到了 大家好我是演员郑叶诚 关注我的超六动态 就在M视频超六班 网友们们都说 沈大人你是嘴嫌体质 外表是小狼狗 内心是小白兔 你觉得沈大人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我觉得其实网友说的 这个大差不差 这个口闲体质 然后外冷内热 但是说内心是小白兔 我觉得不敢苟同啊 就是因为我觉得 沈大人还是属于表里无一的 看你每天傻愣愣的 叫你呆子好不好 封丫头 他那个热 倒不是小白兔 小白兔的感觉 给我的一种感觉 很清澈是吧 很纯洁的感觉是不是 但是内心也挺狼的 我觉得 只是一只热狼而已 只是一只热狼而已 从肉行到现在 哪一部戏 是你成长的转折点呢 作为我成长的转折点的话 我觉得 我可能很难拿一部戏来定义 一瞬间的转折吧 我可能会觉得是 20年的开始 20年那一年的经历 让我的成长 从离人心上这部戏 到后面我又接了 你看 金双城 一人分尸三角 然后 功勋 满月之下 一个 现代的一个奇幻的一个偶像题材 然后还有一个写的比较现实主义的北战男员 在那一年中我 不断的在跳跃 不断的在 就是打破自己 重建自己 那一年对于我的成长 很重要 接下来你想接到怎样的剧本呢 关于祝星好的话 就是我看到他里面 首先这个人物设定 金灵魏嘛 对吧 他金灵魏的这个 有很多的 剧本中就体现了很多的打戏的部分 我当时接这个项目的时候 我就希望能够 我一直 从进这行开始 就希望能够去 好好地展现一下 自己从小学的这些本领嘛 然后也希望能够 以武戏的角度去 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对 沈雁 我觉得她帮助了我 迈出了第一步吧 对 但是我近两年 也在不断地去 让自己尝试各个领域的题材 也希望自己未来 还有更多更多的可能性 因为毕竟还有好多的题材 都没有演过呢 我想去自驾 原因也是想要 慢慢地去体会 而不是点到点地直达 想要去享受慢的生活环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